巴斯克吐司最近可真的是太火了 今天来做这个卖的最好的开心果巴斯克吐司 香,真的是炙香 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方解决了巴斯克吐司冷藏发干的问题 放入冰箱两天后的效果 在视频最后有展示 大家放心做就对了 先准备开心果巴斯克面糊 这个配方就是我之前教你们的开心果巴斯克 大家反馈都很好吃 配方是没有什么太大调整的 奶油奶酪350克,西拉糖64克,玉米淀粉12克 淡奶油170克,开心果酱60克 鸡蛋的用量是3个,去壳后176克 之前都教大家先拌匀奶酪糖玉米淀粉 再操作其他的步骤 今天不用这么复杂 直接所有材料倒入碗里,开启均制机 搅打几分钟就搞定了 烫种建议提前制作,需要能藏后使用 做法很简单的 就高筋面粉30克,开水35克 一起搅拌均匀就行 这份烫种是提前一天制作的 我们可以给烫种分出需要的用量 用保鲜膜包好,冷藏保存3天 我们先用1档1分钟让面糧揉成团 然后转4档8分钟 这个阶段已经揉出粗膜了 揉出粗膜后加入黄油 转3档2分钟,揉至面团把黄油吸收后 再转5档4分钟 然后让面团稍微休息一会儿 我们再来拉扯手套模 刚打好的面团它面筋程度是很紧绷的 新手来说,这个阶段你去拉扯手套模是不太好判断状态的 放入发酵盒进行第一次醒发 温度26度,湿度60% 我现在室温是27度左右 密封好,直接放置室温下醒发了 时间大约是35分钟左右 今天用的是250克吐司盒 因为还需要导入8次颗面糊 所以我们面团的总重量就不能是250克了 视频最后会有面团用到对比 这里分切80克一个面团 需要松弛15分钟再来进行擀卷 这款吐司会有一些细节 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做100克的模具 就定价上来说它会更合适 材料上来说主要的成本是在巴斯克上 你想想250克的吐司就我们今天分切的这个面团量来说 会搭配到巴斯克面糊200克到210克之间 做出来的成品吐司会被巴斯克压得凹一些 但是吐司面团又是正好能支撑得住它的重量 不会影响面团的组织问题 所以口感上来说肯定是最好的 但是成本高啊 定价高了还真不好弄 做100克的吐司就很好安排了 这里还需要注意一个细节点 只需要一次擀卷 擀卷的那个宽度是需要接近吐司盒的 按发温度36度 湿度60% 刑发大约50分钟 一定要确保你发好的这个面团是挤满整个吐司盒边缘的 这样我们导入巴斯克面糊才不会出现漏液的问题 今天用的烤箱是海诗爱奇 烘烤参烤温度上火210下火200度烘烤22分钟 如果想要表面颜色上色深 我们可以后10分钟把上火调到230度 注入了非常的柔软 大家可以看细节 这种围了一圈油纸的 如果说操作不好容易出现底部有一条压痕 但是它可以沉重更多的巴斯克面糊 叠加底部油脂的方法呢 巴斯克面糊一旦导入过多 后果就是溢出 还有就是不加油脂 那么我们巴斯克面糊的量是肯定需要减少的 这个细节大家制作的时候要注意 还有就是有一部分同学想要烤出流星巴斯克 那么我们可以用上下火230度 缩短烘烤时间 保证巴斯克的面糊量 那么你就能得到流星巴斯克吐司 像我们还需要切片展示 所以烘烤之后它是软心的状态 巴斯克的量相当多 再加上开心果吐司 那香味简直是绝了 这一个是面团总重量200克 巴斯克面糊量130克 并且冰箱冷藏了两天 整体出来的效果面团是没有问题的 巴斯克呢是不是看起来特别的少 不切开的话还好 切开真的看起来会觉得不够意思 想要控制成本和定价 你无老做100克就对了 对了 对了